主教任命争议 主教任命争议一直是中国与梵蒂冈建交进展的最大障碍 日前传出受到罗马教廷任可的福建闽东郊区主教郭熙景遭公安带走 很可能为中泛谈判投下新的变数 现年59岁的郭熙景是中泛谈判主教协议中的指标性人物 范蒂冈先前为了向中国释出善意 要求两位援以或教廷任可的合法主教 让位给中国官方指派的主教 郭熙景便是被要求让位的其中一名 3月26日当天郭熙景被带走之前 中国宗教事务局于下午3点左右打电话请郭熙景到办公室会谈 晚上郭熙景回教区收拾行李后 10点就被公安带走 地下教会的教友透露 郭熙景是因为拒绝在复活节占礼期间 与非法主教詹斯路共同主持祭礼才会被带走 事实上郭熙景的遭遇不是个案 过去地下教会主教也曾因为不愿配合中共当局的做法 在复活节前夕被吃中 再再显露出北京姿态强硬 外界先前传言 中国与范蒂冈可能在复活节期间达成主教任命的协议 但现在看来恐怕还得再等等看 以上为新闻时事报张若银的整理报导